列車停靠月台即將要載客發車 列車長拉著行李箱 正要進到駕駛室準備工作 有不少鐵道迷就是喜歡到各個台鐵站 趁著火車停在月台的時候 拍下不同車次的火車 登一輛駕駛室和列車長看得一清二楚 日前有鐵道迷在拍火車時 就被列車長要求刪除影片 15號中午11點多 有一名鐵道迷到台鐵基隆站 要拍攝2134次列車進站 但拍完卻被列車長喝斥 駕駛室不能拍照 鐵道迷強調他只是在車外拍 也沒有拍到列車長 不過還是被對方要求把影片刪除 讓鐵道迷覺得傻眼 他沒有動車上任何東西 也沒有亂開駕駛門 只是想拍車頭車尾 拍火車這麼久 沒有遇過這樣的事情 如果他有這個就是 他可能對隱私權比較介意的話 你可以先就是在拍之前 可能可以先告知 如果像現在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可能人家會有介意 對此台鐵回應 因為當時列車長正在後端駕駛室整備 發現月台上有旅客在拍攝駕駛室裡面 也覺得自己被拍到了 所以才會請對方停止並刪除影片 但在溝通時的態度 讓旅客覺得不愉快會檢討並要求主管改善 也向那名鐵道迷致歉 趁著閒暇之餘拍火車 殊不知卻莫名被阻擋 開心心情全變了掉 TVBS新聞劉欣奎 周詠萱 基隆採訪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